很多人在健康檢查的時候 醫生會告訴你有甲狀腺結結 這個結結到底要不要緊張啊 是 我們來看一個這個林軒瑜 這個八點檔女神 也是很年輕 31歲 她說她其實在拍戲的時候 自己就有發現 好像脖子比較粗 比較腫這樣子 但是因為忙嘛 然後即便身邊的人也告訴她 你的脖子怪怪的 她都沒去處理 一直到殺青之後 做了健康檢查 結果發現確實在她的甲狀腺這邊 有比較大的一個腫瘤的狀況 3.5公分 那因為她的尺寸比較大 所以醫師是說 那你做一下這個穿刺 我們還是要確定一下 後來穿刺之後 醫生甚至跟她講一下 講了一句話說 你這個裡面全部都是肉 讓她聽了覺得好緊張 到底肉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開刀切熟之後 也有做一些化驗 然後有發現最後所幸是良性的這樣子 對 那她的部分算是虛精一場 不過可能之後也都是要密集的追蹤 那另外一位這個林小姐跟她同年 也是在健檢的時候發現了 有一顆0.7公分的結節 可是呢 當然初步醫生是判斷說是良性 可以定期追蹤 但她自己是有做留意 就是說好像最近這個似乎有變大的情形 其實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的這個腫瘤啊 腫塊啊有變化的時候 對 有變化你一定要警覺到 那所以她有去這個 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經過超音波檢查確認說 從0.7已經變成1.2公分了 那當然她這個最後穿刺的結果還是良性 還好還好 好 我想問一下沈醫師 像她這邊講說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對 因為我們這邊有超音波的圖片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我們甲狀腺的超音波 然後這個就是黑的裡面其實就是水泡 所以不是肉的就是水泡是這個意思 像這都是水 對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說 肝臟也會有水泡 腎臟 乳房其實都會有水泡 對 所以甲狀腺也會有水泡 另外就是如果它裡面不是水 對 而是紮實的組織的話 那我們就叫結結 所以醫師們講說 裡面有肉的意思就是講說 它其實是紮實的組織 對 那只是其實甲狀腺 我們剛剛說它很常見 會有良性的水泡跟結結 那重點在於區分說 什麼樣的水泡跟什麼樣的結結 是開始有惡性的疑慮的時候 對 那就真的必須要進一步去做檢查 做細針的穿刺 譬如像說 水泡裡面突然長的肉出來了 那我們就要針對那個肉 然後去取那個細胞 看看它是不是惡性的細胞 所以我們不能看到 都是水泡就很放心 那也不用說看到結結就很擔心 當那個結結開始變大得很快 或者是開始變黑了 開始有微概化點了 像典型的乳塗癌的樣子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小心 才需要趕快去做處理 OK 好 其實在現場會講 很多人見證的時候 都有發現有結結 像心妹你是有三公分 對 我要先說一下 因為其實這一題 滿多人都會遇上 所以我覺得 我先提早預告 如果你遇上的時候 你會經過什麼樣的檢查好了 就是基本上 甲中腺結結 我們就像剛剛沈醫師提到的 我們要去區分 它是所謂的兩性的 可以追蹤的 或者它是惡性的 一貫來講 你會先經歷兩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 抽血檢查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些甲中腺的結結 還是有機會抗進的 所以有些人他會合併的 甲中腺指數的波動 有些人是不會的 所以有些人會做定期的檢查 第二個 因為它其實是形態上的改變 所以有時候會搭配的 叫做超音波檢測 超音波 它其實比較幸運的就是 因為它在外面就可以發現 所以我們其實透過超音波檢查 其實就可以看到 滿大部分的一個 甲狀腺的狀態 然而假設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追蹤的過程中 結結長大了 又或者是你的結結 是十星的 可能有公分數的考量 十星的考量 或變化上的考量 就會建議做個動作 叫做穿刺檢查 那我必須要說 我本人三個都經歷過 你有專刺 就在前一段時間 在過年後的那一段時間 那我先講一下 所以要跟大家講 大家都可能會遇上 就算我是醫生 我覺得我過得很健康 這個還是有可能發生 我先說一下 我其實是在五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懷孕 那時候因為我打疫苗 這邊長了淋巴結 所以我就去找醫生 去做頸部的檢測 那頸部檢測 醫生就順便幫我掃到甲狀腺 那時候他就跟我帶到 你甲狀腺有一個結結 而且尺寸比較大 但是看起來是良性的沒有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人有時候忙碌起來 一下子時間就過了 五年後 就是我小朋友已經四歲半了 應該說四年後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四年後我才在想起這一題 那我怎麼想起呢 因為其實我是在 我們醫院都會有例行的檢查 那檢查就會抽血 做一些我們說PE 就是身體檢查 那我們那個醫生 是很專業的老醫生 剛好我那時候 是趕著要去看診前 趕快去做檢查 所以我當時一練到 心跳變快 104吧 差不多 心跳其實很快 醫生說你心跳怎麼這麼快 我以前心跳正常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心跳這麼快 第二個他做檢查說 你甲狀腺有一點大 有空去注意一下 這兩個警訊 加上我那一段時間 我夜晚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心跳真的比較快 就會讓我想到了 四年多到五年前的時候 我甲狀腺 那一顆結結到底這麼大了 然後因為我其實會 例行在三年五年 我會安排一些 特別的影像檢查 所以又到了我去做 低接量肺部電腦斷層的時候 做的時候 這個醫生報告拿出來 剛好判讀醫生在裡頭 出來跟我講說 你甲狀腺有顆結結 你其他的還好 這個要去追蹤 然後當醫生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手刀去追蹤了 因為一開始都說良性 這個醫生說起來 感覺會讓我覺得 很需要注意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 就正視這個問題 在過年後 我就安排一系列的檢查 那時候醫生也是跟我說 你這個是因為尺寸比較大 我三公分 所以他就說這個可做 穿刺可不做 但是因為影像看起來是良性 我個人是都建議說 早發現早期治療 所以我當時很快 很果斷的說 走我們做穿刺 你要穿刺 後來是運氣還算好的 就是我穿刺目前是良性的 那我正在跟醫生討論 後續我們追蹤的一個時間 或者是需不需要手術 把它拿掉的部分 OK 好 所以我們聽到了 包括影像檢查 就是超音波 然後穿刺 甚至是動刀等等 神醫師他的標準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要處理 要追蹤等等 他的準則大概就是 剛剛憲民醫師有提到 就是看大小 對 其實小的時候 我們大概還可以 再用超音波追蹤 多小 1公分以內 但是在食物上 因為準則非常多 但是在食物上你看 像我們剛剛這個案例 是大概將近40歲的女生 她的節節其實才0.9公分 不到1公分 對 但是它其實是 我們剛剛說的低回音 然後又有微概化點 所以其實這個一看 它是乳突外的機會就很高 即便它小於1公分 其實我們還是會建議做穿刺 穿刺 神醫師告訴我 這個就是針 這個就是穿刺的針 這一條 對 因為我們用超音波導引 可以很精準的去 穿刺到那個節節 然後取細胞出來 了解 其實細胞學檢驗 其實是非常非常精準的檢查 對 它微音性很低 大概只有5% 對 所以其實只要穿刺出來 是 那應該機會就非常高 那就會建議要看到 好 所以原則上1公分以下的話 是追蹤 當然它有形態上的變異的話 需要做穿刺 那接下來的其他標準 對 那其實 比較公認的準則是說 節節其實大於1.5公分 其實如果從來沒有穿刺過 1.5公分以上 就可以考慮做穿刺 那如果水泡超過2公分的話 從來沒有檢查過 也可以做穿刺 那其實有時候它不是為了診斷 它其實是為了我們講說 Decompression 減壓 因為水泡裡面都是液體 而且不能把它抽出來嗎 對 就是把它抽出來 我們通常就是 直接把裡面的液體抽出來 這樣嗎 因為它的液體其實是很黏稠的 那抽完之後 它還會慢慢再長回來 但是至少 暫時性的有點減壓 會讓頸部舒服一點點 OK 好 那麼接下來這道料理呢 滿有趣的 因為它包含了 待會兒我醫生要告訴大家的 禮器化痰 還有火血化淤 對於我們的甲中心方面有保護 這一道是 這一道我們要做一個 輕魚的南蠻寺 這是很日式 但很特別 我們今天加了很特別的 一個三個食材 一個是昆布 然後一個是下菇草 一個是橙皮 就是你這一道跟一般不一樣的地方 對 沒錯 那這邊我們先煎 把那個輕魚把它煎熟 輕魚拿來煎一下 對 吳醫師 這三種 昆布 夏枯草 然後還有橙皮 是你特別叫 知影扎進去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一道就是我們所謂的藥膳 所以裡面有一些中藥材 那有些中藥材 那有些中藥材是藥食同源的 譬如說裡面有昆布 我們都知道是裡面 海裡面的植物 海藻這一類的 那它呢 可以鹹寒 吃起來 它一點都不鹹 一點都不鹹 但是在我們的中藥古書裡面 就鹹寒可以入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到我們什麼 可以消結散走 可以什麼 把我們的身體裡面這個彈濕 做一個什麼 縮小這樣 但是因為它的點含量滿高的 所以說如果 你現在正在做什麼 點一三一的治療 或者是假狀腺素 會波動的話 麻煩就把昆布拿掉 那裡面我們還用了一個中藥材 叫做下枯草 對 那這個下枯草我們常常都 有些痘痘 或者身體裡面亂長 這些東西 我們長一些什麼囊腫什麼 我們都會用到下枯草 那它也可以什麼 清乾散結消肿這樣子 那它會倒有點苦 這個就要看那個師傅的功力了 然後再來一個陳皮 那就更比我們都知道是那個 曬過的橘子皮要曬很久 叫成年的 有些顏色黑黑的 那它可以什麼 造濕化痰 剛剛沈醫師有說 他抽出來的那個 結結裡面的東西都黏黏的 它其實在中藥來講 它就是一個痰痴痰癮的一個概念 所以把陳皮放進去 可以造濕消肥化痰 了解 好 所以你剛剛把陳皮 昆布 昆布組成昆布的水 昆布是我用泡的 對 這邊用冷水泡 這邊我要特別說一下 我們的陳皮跟下枯草 我是用熱水泡 熱水泡 對 但昆布我是用冷水泡 記得 昆布不能用熱水 因為熱水你會把很多的 它的膠質都泡出來 會黏黏的 黏黏的 對 所以現在都放下去了 就是下枯草 陳皮 還有昆布水都放下去了 對 沒錯 都放進來 因為這一邊 我們要煮一個湯汁 還有一個 南蛮是有一個醋要加 所以我們有加了蘋果醋 蘋果醋 讓它稍微的煮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 我們需要準備一些蔬菜 對 這邊的蔬菜就是有 對 抗氧化能力強的 對 大家身體也好 對 這邊有洋蔥 生的洋蔥我們把它切絲 然後再來就是白蘿蔔 白蘿蔔 十字花科 然後再來就是紅蘿蔔絲 這裡都可以自己斟酌的加 你都是用生的對不對 對 都生的 然後這邊是蘋果絲 蘋果 對 然後剛剛我們的昆布 昆布的部分在這邊加進來 對 沒錯 OK 然後我們把魚煎熟 然後我們醬汁讓它滾一下 好 吳醫師 除了說可以煮成這個之外 其實它也可以變成茶葉 對 有時候你會發現 做到這個食材的時候 你會發現吃得很少 但是我們又有節節 有時候很擔心 你知道其實 假裝現在是一個壓力的來源 叫壓力荷爾蒙 所以在這個中間來講 壓力在中間來講 就是一個乾氣 乾氣欲結 乾氣不暢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茶 叫做蘇乾散結茶 這個蘇乾散結的很簡單 除了剛剛給陳師傅的 我們有下骨炒成皮 還有昆布之外 我們加了一些柴虎 你知道柴虎露乾淨 它可以疏通我們的經絡之外 還有我們用了一個土貝母 這個土貝母 跟我們一般現在Copylighting 我們吃了很多的琵琶糕 裡面的豬貝是不一樣的 它是土貝母 它本身就有苦味 然後有一點點寒性 它可以清熱 然後解毒可以散結消腫 這個分量我們用的比較多 我們用的五千 因為它做起來就像一片 這樣白白的東西 所以要給它煮的時候 要稍微給它煮久一點 然後我們另外還要 這個地方的血流循環很好 我們要繼續活血化育 我們加了一個單身 這個整個加起來 然後還有剛剛說的柴虎 昆布這些 放起來的大概就是六味藥材 然後把它放個熱開水 或者是煮 把它煮了有顏色變化以後 放涼當茶喝 OK 好 所以可以用茶飲 或者把它變成輕食補 對 然後這邊我們剛剛調味 有加一點點的醬油 對 然後這邊有點酸酸的 所以有點酸酸鹹鹹鹹 然後又有一點點陳皮的香氣 然後那個蝦菇草 它會有一點點的辛辣的口感 真的啊 所以很特別 它這一道反而會變得 比較多元一點點 然後這樣我們把它拌勻之後 你讓它稍微泡大概兩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吃了 泡兩個小時 對 泡兩個小時 冰冰箱 沒錯 OK 所以這一道 大家可以學起來囉 推薦這道 青魚南蛮製給您 將新鮮的青魚煎熟 搭配蝦菇草 陳皮 昆布 一桶料理 不但清爽開胃 還能幫你預防甲狀腺結結喔 廣州來看甲狀腺抗肌 為什麼對我們心血管 會有一些影響 還有為什麼眼睛 會像鯨魚眼一樣突出來呢 馬上回來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